2021年人民海军的行动最引人关注的可以说是 中俄海上联合2021军演和首次海上联合巡航 中俄海军十艘舰艇在演习结束后 从彼得大帝湾出发 横渡日本海穿越金青海峡 经西太平洋南下穿越大雨海峡进入东海 这次海上演习和联合巡航给我的最大感受呢就是震撼 我深深地感受到了人民海军的日益强大 感受到了我们装备的更新迭代 那在联演和巡航期间呢 无论是剑与剑之间 剑与人之间 还是剑与机之间的配合呢 都是非常的默契 而万顿大驱南昌舰呢 一直是备受瞩目 虽然这是他首次出国参加联演 但是作为中方编队指挥舰的他 在任务中的表现啊 可以说是从容淡定中透着英勇和锐气 在通过水雷威胁区 消灭福雷 联合反潜等科目中表现精彩 尤其是在主炮射击中 手群就成功命中把船 刷新了官兵们对新装备战斗力的认知 经过允许啊 我也是对南昌舰进行了全方位的探访 并首次公布了垂发系统 时射导弹的画面 它强大的打击能力呢 也是让广大军迷过足了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刷新的打击能力